随着这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舒适 方便的小康生活好像都是理所应当的了 用英文说起来就叫做take for granted 但是偏偏就是有人放着舒适的生活 不过非要追求一些极限的挑战和非同寻常的冒险 今天我们特意从拉斯维加斯赶来西雅图 就是为了能带上我的一帮美国朋友们 登上这个叫三亚号的帆船的甲板 对,就是我们中国的三亚 能在美国的西亚里见到我们三亚开过来的船 看到我们中国的旗帜在这飘 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太兴奋了 我这些船员中间经历了风风雨 很多的大山大落终于到了我们美国的西亚 那这也是我第一次登上帆船 最近距离的接触到水手 了解他们的生活 这是三亚号第二次参加Clipper环球翻船赛 据说这次三亚号是从3月20日从菲律宾出发 在北太平洋海上经过36天左右 马不停蹄长达7000海里的长距离航行 另一方就是Clipper的在西亚图的藤炮站 我们在这里 Clipper? 这是办公室吗? 对,我认为他们在这里 对了,差点忘了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次我们邀请到的庞大的亲友团阵容 终于在西亚图又欢聚了 首先这是大名鼎鼎大家都熟悉的北美崔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于西亚图当地的媒体朋友们 这位是前NBA球星James Donaldson 看看我们三亚的轮船 已经开到了西亚图 哈喽 克利伯英文名是Clipper 快翻船的意思 这个翻船赛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翻船赛事 每两年举办一届 每届都在国内国外和媒体圈里反映火爆 它的航程是三万五千海里环游地球 赛程近时十个月 我们的努力是确定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日子 给你们一种感觉 在海派一样的美丽的东西 就像船长所说 我们今天来是为了体验一下 作为克利伯水手的一天 那首先就是穿上队员服 然后套上一层一层的安全装备 然后套上一层一层的安全装备 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东西 就是有很多东西 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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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枪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在船上 你要注意一点 不要到处乱走 因为船上都有各种障碍物 很容易有双跤 尤其是像你们如果要做视频的话 一定要注意脚下 要拍照的话一定要注意脚下 可以扶住下面这个把手 这个塑料的东西 两边都可以扶 唯一不能扶的 就一定要注意是这个彩色的绳子 它会然后乱动 如果是你真掉到水里面的话 大概五分钟之内就会有人救 所以不用慌张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OK 看不到 我们的游轮中缓缓地拾出了港湾 现在在海上平静地前行着 但是不知道前面会不会遇到大风大浪 克里伯环球翻船赛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 环球航海赛事之一 熟悉航海赛事的 如果听说过FastNet 这个相当于57个FastNet赛事航程的总和 这是由克里伯风险投资公司主席 罗宾博士1995年首次提出的 他的初衷是基于人们日益增长的寻求 冒险旅程和摆脱现有舒适生活方式的渴望 他认为在发达的科技水平和航海的专业设备条件下 远洋航行已经不再是专业水手和权贵们的航海活动 而应该成为由更多大众参与的 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型市场 所以在历届的克里伯比赛中 除了船长是职业的帆船运动员 其余的船员全都是自费的 每条帆船都以世界知名的赞助城市或者港口命名 因此也使得帆船赛成为了国与国 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对抗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看到三亚中国的国旗在西雅图的上空飘扬 要让帆船在大海里顺畅的航行 除了要熟练航行的技巧和知识以外 还需要整个船上的船员拥有良好的协作能力和强大的执行力 还有船长卓越的领导能力 帆船上每个船员都有他各自不同的位置 在船长的指挥下 共同完成帆船的每个动作 要根据水流方向 共同确定最佳主帆 前帆的角度 最佳航行线路 船体的倾斜度等等等等 话说同一条船上一条心 团队成员上了这条船 命运就拴在了一起 共同和大海搏斗 没有选择只能团结一心全力以赴 今天的出海经历 收获的不仅仅是运动带来的快乐 航海的刺激和心结实的一些朋友 而且从中还获得了很多 关于团队管理的感悟 关于如何打造出一支 高效优质的团队的思考 那在帆船上度过十个月的时间 这船员们是每天 怎样在帆船上作息 饮食都市的呢 请听拉斯杨南下集揭晓 关注我拉斯杨南带你浪遍美国 多么辛劳 回到了祖国 母亲的怀抱 让我们的水平 好好睡觉 不顶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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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顶覧